有感于泰昌巡守队管辖范围辽阔 业务繁忙吃紧 市民代表谢豪杰特别引荐民间友人赞助的最新交通指挥棒 给泰昌巡守队 而7号上午举行简单的捐赠仪式 市场受邀前往见证 除了感谢民间的支持 也肯定巡守队守护社区安全的奉献和努力 泰昌巡守队分队长张培祥表示 其实泰昌巡守队是包括了泰昌村永安村和国新里的联合巡守队 甚至于到国府秀里的水源村都是他们的许多范围 这次很感谢市民代表谢豪杰梅和 让队员们可以使用到最新型的指挥棒 这套设备对我们巡守队的帮助非常的大 因为它不仅功能多 而且它充电的这种功能 不用再随时买电池来支应 然后所以说在我们平常在交通管制 还有我们在建国路上马路边碰到一些车祸的情况 我们可以随时的支援 然后让交通以最快的时间达到一个比较顺畅的状况 所以说一般我们没有指挥棒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很难说马上就能够随手可以拿到一支 可以代表指挥交通的东西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小又方便 所以说真的是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 市民代表谢豪杰也很高兴能够引荐民间的企业 一起来关心社会公益 透过这个连结然后能够一起寄住在这边 然后帮忙各个社区 那也是这些朋友然后大力支持 然后长期看到这些无私的奉献 然后帮忙做巡守帮忙做安全的网络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善的循环 市长温家贤受邀前来见证这一起捐赠仪式 他感谢公司部门齐心合作 共同来守护社区的安全 其实太阳巡守队巡守的范围 包含到不只是集安箱而已 它包含到我们花莲市的碧莹庄 整个社区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到 我们秀林地区的水源村 那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也特别谢谢谢豪杰代表 还有他的好朋友 特别希望家贤也能够来这边 见证他们捐赠的一个过程 那也特别谢谢我们过去一直 在夜里默默守候 每一个家庭安全的 我们巡守队家族的朋友们 真的除了要顾好自己的安全之外 还要保护别人的安全 那我们在此也希望大家 看到巡守队也给他们多一点鼓励跟支持 感谢他们 这次民间企业捐赠了58支 最新型的交通指挥棒 除了有多段式闪灯功能之外 还有电子哨音配备 另外这个指挥棒还配有 车窗急迫的装置和充电功能 相信可以有效来提升 巡守队员们的效率和安全 借旅会前相报道